你们是这个交友软件上认识的是吧 对 是我俩是交友软件上认识的 看我长得漂亮 然后他都追我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不到一个月吧 那时候正好就是赶上我实恋 形态不好嘛 然后就寻找就是找个人 诉说诉说就跟他好了 现在听说双方的家长都见面了是吧 对了见面了 但是我父母不同意他 因为我们家条件条件就挺好的 然后但是爸他家条件就一般 我爸就喜欢我找一个 就是门当户对一点的 然后他家呢 他妈也不喜欢我 因为那天我就是上他家去 然后染了一头奶奶灰 然后他妈都觉得我爸挺不靠谱的 这小丫头 然后就点着让他儿子找一个 就是老十八娇的 你看不是说染头发就不是不好的姑娘 但是你记住 你到那种场合见什么人的时候 因为你染头可能给你减分了 所以你家是看不上他家的条件 对 他家是看不上你这头发 不是看不上我头 他就觉得我是个坏女孩 我父母就比较不看好的 他性格也比较大大烈烈的 怕我驾驭不了他 你以后我怕你吃亏了 对 他还能吃亏 就他那是谁占的便宜 那你不是在占人便宜吗 我可没占他便宜 你跟他好吗 对不对 那你们俩怎么打算呢 我不想跟他好了 我感觉以前他对我特别好 你知道吗主持人 就是我打他左脸 他给我右脸那波的 就是认识我 认识我欺负那波的 就反正就是特别听我话 你知道吗主持人 他不是干房产主接的吗 这个活还是我给他找的呢 然后我是自己做买卖的 对 就是我最有条件 你还给我找了一个这么个工作 你先别说话 然后我就听你的 我就 你先别说话 你闭嘴 我还没说完呢 然后我就跟你说主持人 就是我就感觉他配不上我 然后我就不想跟他好了 是你们双方家长认定你们不行配不上 还是说你们自己相处发现的 对 是我相处发现的 我相处发现 当时双方家长都不同意的时候 你们俩是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我就想就是自立门户啊 就是他别跟他们家联络了 就是一刀两断 然后我呢也不跟我家联络了 让他跟我结婚 结了吗 没结 他不统议 他不想投活本出来 他不想跟我结婚 他当时让我跟家里边要钱 他要去青岛跟一个他一个哥 去那边开干洗店 那不是因为我做买卖赔钱了 赔钱以后我就把股给撤出来了 撤出来以后我就想干点别的买卖 我青岛一个大哥 就是说那个干洗店特别挣钱现在嘛 然后让我入股 那我就入股 但是我钱没有那么多 然后我都跟他说 我说让他那个从家要点钱 就是你把货本偷出了大惊 因为他爸妈不喜欢我呀 我俩自立门户啊 我俩自己出来当过 你看他扎实的 他多好我跟着我呀 你说是不是主任 主任你说我怎么要这块钱 都没结婚呢 没结婚呢咋了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跟你 出去当过 其实我跟你说主任 我就是 我不想让他跟他们家联系了 因为他们家不同意我 这一笔钱 就是说跟他们家一刀两断的钱 主任你说 让我跟家里边要这个钱 然后就是跟家里边断绝过去 你说有这么办事了吗 那我这么办的话不成混蛋了吗 是是是 那本身就是 那因为你们家父母不统一我呀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那个事 对柔子 对柔子